神达旗下的新巨丝股价最近在美国标上了新高 因此神达选在这个时候微幅调节获利大概是500万美金 对于第四季的EPS贡献大概两毛钱 法人认为虽然获利数字不高 但是根据了解交易金额是1196万美元 获利就高达了500万美元 可见目前它的持股的潜在利益相当雄厚